大家好 我是躺躺媽咪 吳佩穎 我今年三十幾歲 應該看臉上文錄看得很明顯吧 其實我從事房仲將近十年的時間 那時候因為業績做得還不錯 然後有被蘋果日報採訪 因為有登報紙跟新聞嘛 然後還有非凡新聞 因緣機會也收到美人姐的經紀人的關注 有邀請我上他們的節目 後來就陸陸續續一直接通告 也變成他們那個 有一個非官命運的節目的固定班底 所以那時候就是常常在聊親子啊 育兒啊還有職場工作的部分 所以就這樣因緣機會之下 就開始了演藝的人生 三十幾歲對演藝圈來說 其實年紀算很大的 所以其實會比別人辛苦 所以在這一個部分啊 就是要花更多力氣去努力增長自己 不管是智慧上啊知識上還是年輕上 都需要非常用力 那時候在房地產的新聞出來啊 他們有給我一個封號 就是地產甜心 還有房仲介瑤瑤 管理員殺手 然後因為長得很像預防 然後大家也叫我預防 所以那時候真的就是我覺得年輕 然後再加上業績好 我覺得很快就可以收到大家的關注 可是真的一段時間之後你年紀大 我覺得大家就是長江後浪推前浪 而且地產界的年輕正妹超多的 後來就一大堆啊一代正妹二代正妹三代正妹 很快很快的就會被取代跟遺忘 其實我覺得身為女人很吃虧 因為年紀增長在臉上絕對看得很清楚的紋路 再加上因為我生了三個寶貝嘛 我每次懷孕我都胖20公斤 當然也是為了上鏡頭好看就會去減肥 所以你就會發現臉頰開始凹陷膠原蛋白流失 之前笑起來是很燦爛可愛 可是現在啊年紀大了有木偶文 有一次再接到一個珠寶廠商的代言跟主席 然後那個董事長就說 欸為什麼你的臉看起來那麼兇那麼臭 其實我真的不是刻意的 因為有時候鏡頭前他們大家可能會覺得 我看起來很尖酸刻薄 不認識我的人都覺得我很難相處 其實不是欸因為就是可能就是臉看起來比較倉老 然後臉部比較下垂 然後再加上不笑的時候看起來就很兇 所以大家都覺得我是不是很尖酸刻薄很難相處 其實因為年紀大我覺得我的眼部下垂了不少 因為之前其實不用貼雙眼皮就有雙眼皮的感覺 但是你在鏡頭上就是眼睛看起來更浮更腫更沒精神 常常造型師他要貼到兩成 妝才不會被吃掉 所以我希望透過這次整形啊可以讓我更充滿年輕 更充滿好運 讓我的工作更順遂 其實這一次是因為唐爸想要做那個眼袋的手術 所以唐媽有在那個網路上查了資料 欸發現這個金華美醫診所 他的歷史悠久口碑又好 欸再進一步跟張子倩醫師面談過後 就發現哇這裡真的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因為他是叫我回家仔細思考過後再來 因為張子倩醫師他分析得很客觀 再加上因為唐媽工作關係 並不希望就是說欸因為做了整形之後啊 就是臉變臉我不是要變臉 我是希望讓自己變年輕然後讓自己更好 然後張醫師的給我的意見也很客觀 然後再加上裡面的診所的護士啊 他們一樣都非常仔細跟親切 欸所以唐媽就覺得可以放心交給他們 像唐爸去開完眼袋一味手術啊 唐媽就是整個都陪在旁邊 就整個發現欸唐爸除了變年輕之外 整個人也變得更有活力 然後再從醫生的諮詢啊然後回診 然後後面手術的修復 真的看得到精華美醫診所的用心跟仔細 所以唐媽真的非常放心 我婆婆看到唐爸開完這個眼袋手術 我就說天啊怎麼可以那麼完美又沒有傷口 所以這一次啊我也跟我婆婆分享說 欸我也要來精華美醫診所做眼袋手術 欸我婆婆也很開心也很認同 因為她真的被眼袋困擾很久 她知道女人有眼袋看起來就很蒼老 而且很沒精神 所以我這次來精華美醫診所 我婆婆也很開心 這一次就是整個給她大改造 有做脯質也有做雙眼皮 其實不是要變年 只是要讓自己更年輕更完美 只是要讓自己更年輕更完美 但是尾巴沒有用心 沒用心碎地 她很心碎地 厚 pride她就頂著 你心碎告訴我 為自己更年輕的 你也去吧 我都不覺得很少 我會想說